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的生活看似平静安稳丰富的时候 有可能隐藏什么样的危机呢? 诗事记第十章,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 看来好像水面蛮平静的 没有想到,哇,原来前面就是大瀑布 这张图正是尼加拉瓜大瀑布的上游 而接下来看似平静的河水 接下来就是极大的瀑布 我们思想,当我们的生活看似平静 看似被神保护 诗事记第十章,神兴起事事来拯救他们 而人在平静当中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开始拒绝上帝的话语 拒绝神,不听神的话 以为自己长大了,不需要再听爸爸妈妈的话 我们变聪明了,不需要再依靠上帝 靠自己就能够做很多的事,完成自己的梦想 结果呢? 经文让我们看到,当然离弃神 接下来外敌就来攻击,就来欺负他们 四面八方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人 而人在痛苦当中才悔改 祷告,转向上帝 这个循环就是整个世事记我们所看到的 神拯救,赐下平安 接下来人就忘恩,离弃神 接下来就接受到敌人的攻击 而最后他们再被迫回到神的面前 为神再次欣喜,试试来拯救 而我们在这个循环当中,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这一章有一个重要的一句话 提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 神乐意继续兴起事实来拯救怜悯 是的,我们要永远承认 我们只是一个小baby 我们是无知的小民 我们何等需要耶稣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说 主我需要你 恳求你帮助我 改变我 我跟家人的关系 我面对我的生活 我需要耶稣 当我们伸出手 神的大手就拖住我们的手 因为神对我们的爱 只要我们愿意回头 神就一定帮助 怜悯我们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求你救我们脱离 以色列在平静当中 忘记神而远离神的软弱 让我们不论在平静中 在危难中 让我们就紧紧地抓住耶稣 靠神得胜 也相信神的慈爱 怜悯一定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到底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